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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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的泡湯 就是一個全檜木的浴室 日本 又是日本的 在多年前出租是一百多萬 現在要帶你去 男人的天堂 旺盤的基地 哇 紫色的光 登登 樓上還有 歐立憲 等一下 我現在打 喔 閃過 好 我們下集再說 我們下集再說 房式可拉斯 我是在 吃我一腳 大家好 我是房式可拉斯的賴正凱 還記得上一集嗎 我跟小傑在這邊玩遊戲 玩到忘記採訪 好啦 剛剛小傑已經先上去了 他說要做一點準備 然後叫我晚一點再上去 他說三樓 還有他的豪宅的一個 設計過的小巧思的地方 要我等等再上去 一起看 走 欸 傑哥 是 這邊就是你說的秘密小基地 是啊 泡茶的好處處 哇 這個是日式的 這個叫維如李 維如李 哪個李啊 李傑的李嗎 李面的李 維如李 是應該日文吧 對 它是日本直接翻譯的字詞 我也是第一次聽到 我看過這個啦 阿信的那個日劇裡面有這個東西 然後會在那邊烤麻糬 烤麻糬 對 沒錯 其實我們待在室內待久 我覺得在戶外的空間是一定需要的 但我們要跑到外面也很麻煩 那我就在頂樓做一個這樣子 可以不用擔心吹風淋雨 但是又可以享受大自然的感覺 欸 可是我覺得這個東西在戶外 它的摺损率就很高 你現在這個地板我剛剛摸一下 應該怎麼是自己木頭的 對 它是塑畫板 用塑膠去做的 上面的那個看似木樑 應該也是用塑畫板做的 對 沒錯 那你們這邊這個 我看牆壁也是設計過 你是當初設計師 你自己一個人設計嗎 需要花很多時間吧 其實也不可能是自己會 我們都是跟設計師討論 用長時間我們去溝通 需要的空間 需要的材料 用什麼去搭配我們自己想要的一個環境 那你當初為什麼選擇用這種清水膜 來做一個牆壁的部分 對 因為我覺得它做背景牆最乾淨 也不會有這種突兀的感覺 再來就是以戶外空間來說 清水膜最能達到所謂的防水防潮 噢 燈具的部分也是設計燈光的概念 對 就是這樣嗎 對啊 就是在過年的時候才剛過 我從除夕到初五六天都在煮飯 那我們全家十幾個人來跟朋友來的時候 只有上面都在上面烤肉啊吃飯啊 泡茶喝酒聊天都很方便 小朋友在那邊玩大人就坐在這邊 對 大家就圍著 喝酒啊泡茶啊 喝酒的喝酒 不喝酒的喝茶 這個爐是真的有燒炭的 對 所以冬天來講這邊也不會太冷 因為這邊就是一個圍爐的感覺 是是是 冬天不會太冷 重點是即使是夏天 你燒炭也不會直接影響 因為它是集中在這裡的空間 所以你在這邊的時候會也呈現不會太熱 再來第二個可以有效的驅蚊蟲 因為木炭這種的熱源火焰 那個蚊蟲是不會接近的 喔 所以不用擔心夏天沒有蚊子 對 之前在三寵 仙武 民生社區 你都有涉及房地牆 是 你最後怎麼決定把這些都賣掉 選在三峽這邊買房 其實真的硬要講的話 是現實面的問題 因為以前我們在買的話 就是標準的三房 兩房這樣的房子 但我的夢想是買一個透天 所以我找了找 就是三峽它的價位 總價是符合我的透天 所以你當初買這邊的話 是多少錢 然後再加裝潢這間 最後你總能花費多少錢 對 我買這間的話 它是三層樓再加兩個車位 是買1700 那裝潢的話我總共花600萬 所以總價我是花2300萬 那你當初會選在三峽 是有看好它哪一些房地層的點 跟未來性 還是說有別的考量 那時候其實 每一個新北台北 我們到處跑 都有看過 那當最後有選在三峽其中的幾個考量 第一個就是說它的重畫區的環境真的很好 文藝氣息很好 行道樹也都規劃得很好 那再來就是我太太是住樹林 那我在三峽 這邊離它相對比較近 那我之前有看到 不管是木柵或其他地方 離它還是相對的遙遠 就覺得我們這樣子交通會比較辛苦一點 其實聊到交通 三峽這地方有一點讓人感到遺憾的就是說 其實我們從這裡到台北市工作 那個車程還是非常的痛 那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你對於它未來的交通 你有看好嗎 它有高速公路還有捷運之類的 對真的是相當的痛 不過它後來有一個最大好處 它在三峽這一段 多設了一個交流道口下來 所以算蠻快的 但是哪邊是我彈性上下班的話 我上班時間最快的開車都要35分鐘 如果久的話最久到一個小時 所以真的蠻辛苦的 但因為它的捷運已經 再過這一兩年就要開通了 它現在已經蓋的也差不多了 所以我也期待它未來捷運上 會達到一定的方便度 那你是不是覺得說 那這樣的機運上 這裡的房價未來就是看好它會上漲 對 房價距我進來之後 我有觀察過 還有一些當地的住戶 甚至還有做裝潢的朋友 他有跟我分享 因為做裝潢的工人 他說他從以前十幾年前 就在這一區裝潢到現在了 他說從以前一瓶 十來萬 到現在一瓶二十幾萬 三十幾萬不等都有 但以這個價位 其實我以新北市 不管是三重、土城、新莊這些來看 它還相對弱勢 那我覺得它未來補漲的空間還是蠻大的 OK 那我想說 你這邊已經住了稍微一陣子遠了 在這邊的生活機能 你認為是OK的嗎 你覺得這邊是很方便的嗎 還是說其實它還是有一些進步的方便 對 我覺得它這裡最大好處就是 我們去台中玩的時候 台中的什麼最大 店面都很大間 後來我發現三峽北大這邊的特色也是 店面都很大間 因為可能是重畫區的關係 所以是相對舒服 但是相對它就有另外一個缺點 沒有什麼小吃 它全部都是餐廳式的 它小吃相對就比較稀少一點 尤其是重畫區 它不可能擺個路邊攤、鹹酥雞 這邊的鹹酥雞都還是店面 我就覺得那個味道好像感覺 少了一個味道 少了一個味道 因為鹹酥雞蛋就是在路邊攤 然後買 有點油油髒髒那種感覺 對 弄得乾乾淨淨也沒有不好 但是吃起來就不像是鹹酥雞蛋 對 然後在這邊還有一個 當然好處就是交通 我就停車 我們這種開車組的 它的停車設立的相對的多 所以好停車 然後人行道也非常的親民 所以我覺得這是它的好的地方 那你覺得說 是不是它其實有些隱憂存在 但是可能對於某些族群來講 三峽還是有點不太方便的地方 對 如果你的主要工作是在台北 其實我是沒有那麼多的建議 因為不方便嘛 但是如果你是家庭人口很多的人 我又覺得這裡又相對適合 因為這邊環境很好 但如果你只是雙薪家庭 或甚至你一個人 其實我覺得住這邊 你會比較顯得交通 會花掉你相對多的時間 因為這邊目前最近也是土城永林站 那要坐公車到永林 再從永林再到台北市 即使是板南線這樣最快都要一個小時 其實我滿建議年輕人 如果可以的話 真的是要存錢買房子 因為我自己也是26歲 買了人生第一個房子 26歲 那時候當然相對的房價也比較便宜 比較我第一間是在三重買的 那在三重買的時候 我那時候總價是買440萬 我的頭期款是100萬 那100萬當然這個我們才說第一桶金 第一桶金是最困難的 可是後來再繳了每一筆錢 跟你在繳所謂的房租 是差不多的 這樣子繳了10年之後 我後來再賣的價格是賣了900萬 也就是漲了一倍 我們這樣說400是漲了一倍 也賺了440 這440我們分10年也算來算 就是等於你一年替自己存了44萬 我說如果你的年薪有44萬 很正常 但要存得到44萬又不容易 如果我們買像我傑哥 我當時買了三重的房子 就等於我每年都替自己存到44萬 我覺得是很值得的 好我們這次房市普拉斯來聊到 就是傑哥的豪宅 三峽的豪宅 我們看到這個地方 真的是沒有到很浮掛 但是非常的符合住宅的舒適度 當然最後的ending就是下落說 買房子不用說一定要去做一個暴利 去做一個感覺用房地產來致富這樣 但是很建議說買一個適合你自己的地點 然後你自己負擔得起的一種強迫性儲蓄 來讓自己在未來有可能爭執 也算是一個回饋的這種概念 好啦 房市普拉斯 我是賴盛凱 我們下次再來告訴你 關於房市大小事的事情 我們下次見 掰掰 財經國模擬你 起床囉 閒線鏈金數 哪隻股票該買還是該賣呢 房市普拉斯房價會漲還是也該不該出手 與錢同行 投資什麼標的 現行戶帶 出現完之後 貨車能量怎麼做呢 防彈雙點團 還有標中牽手 帶你們看見不一樣的中天財經頻道 貨車